这下我看你往哪儿跑 咱们的船刚才是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又撞到什么东西了 报告大嫂 又撞上白天上海来的那帮特务了 陆队长让您待在船舱里 千万别出去 娟姐 你说 他们会不会是你说的 要来抓我的那些人呢 那我该怎么办 娟姐 明时断了手指那下 搬救兵报仇来 还是耳不行啊 连个草鱼都不咬够 算了 手指还你 以后别在老阴魂不散地跟着我 陆波 你别欺人太甚了 你知道我要的不是这个 我的人亲眼看见楚相学 上了这艘船 你不要是吧 我的妈的是金柴 你也敢对老子吼 好 陆队长 楚相学是我们特工后缉拿的药范 希望陆队长也行个棒点 我凭什么姓名啊 你口口声声抓捕药范 又说亲眼看见那个人上了这艘船 那么我问你 白天你怎么会抓错我们王乃真大队长的夫人 白天那只是一场误会 不过我听说你从我手上扣押那两个疑愤 你给放了 人在我手上 想怎么处置人那是我的事情 那我告诉你你放走那两个都是共产党 就从这一点我就可以告你个通敌 楚相学是唐泽大所亲自下命了要抓的重要人 你如果再拦着我抓楚相学 我可就对你不客气了 试试看 张宝 白天我已经放了你一次 这回可是你自找的了 楚相学它可是共产党 日本人想要的秘密情报家书就在他身上 如果你杀了我 你就是共党同贩 你要是早告诉我 这个楚相学是这么大一条鱼 我还要你那根屁又没有的手指干吗 张宝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 活着自己跳下去 第二嘛 死了下去做水鬼 我开枪了 你 你快出去看看呀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是 你 你有枪 你就在这儿保护我们啊 对不起 嫂子 刚刚让您受惊了 我就叫你别担心吧 这警察要是都能给流氓打 那还不成笑话了 娟姐 我这次出来多亏遇见了你 说得哪儿的话呀 都是自己人 不用客气 下回做事情做干净点啊 别再让这几个流氓 缠着咱们没完没了了 是 下次再也不会了 还有啊 让淳老大开快一点 我可不想一晚上 都在这种地方睡觉 我已经吩咐过了 不过 不过什么呀 不过这位楚小姐 可能要受点委屈了 干什么呀 干什么 你交代什么你 嫂子 没想到他真的是皇军通缉的 攻打药犯 咱们大队长这回可要立大功了 你 好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咱们 干死队 那叫什么干死队 我看那就是送死队 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 咱们的弟兄们 那是死的死 伤的伤 我看 差不多都借鬼子的手 全都清洗光了 这个混蛋 我是死里逃生 我心想啊 这鬼子还没打跑呢 咱不能死自己人手里 对吧 我心一横 我就跑出来了 没想到来上海第二天 就遇到你了 对了 楚队长他没跟你在一起啊 楚队长他 他好像失踪了 尹老板 这次接见您上任 出了这么多乱 我请求处罚 别说处罚了 看来疫区的形势 确实是非常严峻啊 春风旅社的联络站 刚刚建立起来 就被连根拔掉了 连我都差点暴露 我看这一系列的事件 都跟马道云有关 马道云 不早就叛变了吗 马道云叛变 是上个月发生的事情 可是事件的影响 到现在都没有结束 怎么说 马道云投靠日文后 军统一区二区 大量骨干人员被他出卖 而且惨造傻乱 另一方面 我们还怀疑 他在我们的组织内部 还留下了他的内线 还有内线 昨天计 我们秘密处决了一个内奸 他就是马道云的人 现在马道云 延然成了打击我们上海军统的 一张王牌 侵贼先侵王 只要戳掉马道云 就可以杀以敬拜 对了 我让你在旅馆附近 找我那个小兄弟 找到没有 还没有消息 不过我听说 在旅馆附近 还都是王乃征的秘密警察 来 嫂子 我们到上海了 到上海了 到了 大队长亲自来接您来了 真的 嫂子 嫂子 我给您把靠子赶紧解了吧 要是让大队长 我不要 我就是要他看见 你说我妹子是犯人 我就要跟他靠在一起 大队长 赶紧穿上 我今天特意去百货公司 给你买的 外面太冷了 穿好了再出去 这位姑娘是 我妹子 楚香雪 不过 是哪个混蛋干的 对不起队长 是我 对 不过队长 这个楚香雪 就是李炳云费精心 急要抓的送信人 假说就在他身上 楚队长肯定出事 咱们现在多当务一分钟 他就多一分钟的危险 可是这么大的伤害 我们要去哪里找啊 你现在必须告诉实话 你跟楚队长这次来 到底是执行什么秘密任务了 我答应过他 不能跟任何人泄露机密的 梁东哥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我比你更了解楚队长 他的失踪肯定跟你们这次任务 息息相关 对不起 我还是不能输 大悠兄弟 我也跟你一样急 可是你也知道 我们军统特工的纪录啊 我想起来了 我们特训班那个学长 他在军统上海站做联络员 他们就能帮咱们 我真的不知道 你说的那个东西是什么 那个挂钟 是从我爷爷那儿传下来的 我听说 好像是一个德国人 送给我爷爷的 所以我爸妈去世以后 我就一直把那个挂钟 都带在身边 我觉得 他就像我的亲人一样 楚小姐 东西我们已经找到了 其实我可以什么都不问 就直接把你交给日本人 但是我还是想帮你 可是你要是什么都不说的话 就只有死路一个 我不想死 求求你救救我吧 娟姐她是我的好朋友 我很早以前就认识她了 那你告诉我 陪你坐船去周庄的那个年轻人 是干什么的 还有拉你在码头上逃跑的 那个渔夫又是什么人 你是说 在船上跟我说话的那个人 我不认识她呀 她就主动过来和我搭话 然后 她非得说我长得像她表妹 然后到了码头 那个岁数大的人 见到我拉着我就跑 我根本就不认识她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我还以为是疯子呢 别 我 你再接着往下别 我告诉你 我已经有四十多个小时 没合影了 我一累我的情绪也会特别糟 我的忍耐也是有限的 区区一个路坡就这么嚣张 我的人都敢动 不只赵氏欺人 主任 现在最要紧的是 咱们好不容易抓到他主将去 让他们给得了个下车啊 这功劳 可不能就这么让他们抢走了 赶紧去换衣服 十分钟以后 召集兄弟 那大元气候 全部带上家伙 给我摇人 是 说起刺杀马道云 我们刺害过好多方案 您不知道 马道云这家伙 实在是太狡猾了 而且他还十分熟悉 我们军统的暗杀手段 所以对他来说 不要说行刺 就是接近的都难 我看倒不一定 有情况 我出去看看 掌柜的 掌柜的您快出来看看哪 这两个人大半夜的敲门 说是要东虫下草 我告诉他们已经断货了 可是他们就是不肯走 东虫下草 老肖 真的是你 大瑶 怎么是你啊 没想到这么多年 这家店铺还开着呢 我也没有想到 有人还记得我 东虫下草这个绰号 快把外边的门板上好 好 这位小兄弟是 自己人 这真的就是一张普通的家福 是技术科的密码专家们 汇整和得出的一致结论 妈的 白折腾一晚上了 刚刚大嫂打电话过来 让您早点回去休息 我知道了 还有 还有什么 还有大嫂说 那个楚香雪一定是被冤枉的 让你想到了帮她 你还说 这事情都怪你 我 我看那个账报 连命都不要一心想抓她 没想到这样还能抓错人 李炳元身边有个称事不足 败事有余的账报 我看你小子也查不远了 你迟早得害死我 对对对对 对不起 队长 那 那现在该怎么办 要不要放了楚香雪 放了楚香雪 不是 你脑袋 是不是长在屁油上啊 放了楚香雪我都 我都得往哪儿搁 可 可是一直这么关下去 最后总得收场啊队长 报告 报告大队长 特工部的黎炳元 带着一帮人 气势修修地围在咱们大门口 说是非要见您 来得正好 快来来来 快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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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种就冲我来 大摇 林老板 你的腿怎么了 没事 吃了颗枪子 就是昨天在咱们住的旅馆楼下 我实在是来不及通知你了 但是我知道 你小子一定有办法脱身的 楚队长 上次咱们从冰冻队出来的时候 你光记得带上小冬 怎么把我拉下了 那次也是因为情况紧急 根本来不及准备 萧老板 这两个可是我的左膀右臂啊 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 马道云的末日就又到了 大队长到 冰原兄啊 大半夜的 你在这么多人围攻我的警察局 你这演的哪出戏啊 对了 你不是妹妹还没找到吗 那你应该去人口调查局报案的 怎么 人手不够啊 你给我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 我马上派个小队支援你去 老大队长 你别在这装糊涂好不好 你手下的陆波抢了我们抓的要饭 我们主任今天是来巷里要人的 我再跟你们主任说话 你算个什么东西在这插子里 是我这个手下不懂事 但是奈征 楚香雪一直是我们要抓的 这件事前前后果 滕泽大佐都很清楚 可是你的人 三番两次干扰我们做事 最后还下狠手截人 今天晚上 我要你对这件事给我一个交代 你不是来找你妹妹的 是来找楚香雪的 没错 楚小姐是在我这里 因为她是我太太的客人嘛 怎么 楚小姐是你们要抓的要饭 这件事情 连腾泽大佐都知道了 既然这样 我绝对不能姑息养奸 我立刻把楚香雪 还有她的行李全都交给你 不过 不过怎样 不过楚小姐要是被你冤枉的话 我可就得心仗旧仗跟你一块算个清楚 因为她是我太太的客人吧 我毕竟得给她讨个说法 还有 那天欺负我太太的那个王八蛋 今天务必给我留下来 别以为断了个手指头 这件事情就他妈算完了 这王乃正 你别拿这件事来要挟我们主任 只要你放了楚香雪 是杀是寡 随你的便 原来你就是这个王八蛋哪 你倒是条忠心耿耿的好狗 我就成全你 我要你现在就死在我的面前 我就放我楚香雪 好 王乃正 你可要说话算话 乃正兄 是我这个手下鲁莽 几次顶撞你和你太太 我想今天晚上的事情 又是她搞出来的误会 我回去 肯定好好教训她 可是她这条狗的命 我想拿一条藏鸥跟你换 不知道能不能给我这个面子 狗 明天早上 我派人送上 得饶人处且饶人 我王乃正一向推荐以和为贵 禀元兄都这么说了 我没意见 谢谢 谢谢乃正兄 改天 我一定亲自登门 给嫂子赔罪 出 上 队长 就这么放他们走了 除了没把楚香雪 那个包袱扔出来 别的便宜 咱们是都占尽了 你还想怎么样 是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别逼着李炳元狗急跳墙了 先留她一条生路 以后再慢慢收拾她吧 都怪属下办事不力 让老大您在那么多人面前丢脸了 丢脸永远比丢脑袋强 脑袋都没了 要脸有什么用 不是我宁愿丢了脑袋 也要换回楚香雪 我们出生入死换婚的情况 好不容易才抓到人 凭什么莫来让他们抢去 给日本人面前妖狗情商 所以我说你长了一只狗脑袋 你还没听出来吗 在楚香雪身上 根本没有什么家书 甚至她可能和这件事 半点关系都没有 这根本就不可能 不光我们在抓楚香雪 连军统那边都给她 发了通缉令 所有的情报都证实 家书就在她身上 如果家书在她身上 而且她跟这件事 有关联的话 王乃征绝对不可能把它交给我 那她为什么又让我拿头 来做交换呢 因为你蠢 好了 你先出去 我打个电话 是 是 对不起 腾泽大佐 这么早把您吵醒了 李萨 有什么事你说吧 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要向您汇报 昨天夜里我们抓到楚香雪了 什么 抓到楚香雪了 家书找到没有 家书肯定在她身上 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出了点小意外 半路上 楚香雪被王乃征手下一个 叫陆波的人接走了 我很担心 家书在被劫持的过程中 已经被转移了 什么 我乃征这个混蛋 又折腾了一夜 天都快亮了 你也辛苦一整天了 赶紧回去休息吧 好的 那楚香雪怎么办 先关着吧 一会儿我亲自把家谱送去 给日本人鉴定一下 日本人要是说没问题 咱们就放人 这样就算李炳元搞什么鬼 也赖不到我们头上了 明白了 喂 腾泽大佐 对不起 大佐 您听我说 对不起 对不起 是 但是我 对不起 对不起 好的好的 我知道了 我马上就把楚香雪 押送到李炳元的特工部 并且把所有的证物全都交给他 大佐您放心吧 我向您保证 我向您保证 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好 好 好 我知道了 再见 林炳元 小师爷 什么事了 李炳元 我再也不会手软了 你要是我整死你 我就不叫王大征 闭闭闭闭闭 шт 你 谁 这么多同事 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名单 终于又回到我们手上了 这一份事关重大的家书 终于回到了邵淑安的手中 一个新的行动计划 已经在他的心中成行 家书已经安全到手 楚香雪护所和掩护的任务就此结束 我们必须想办法尽快把他解救出来 这件事我去周庄之前就已经做好了计划 一旦实际成熟立刻下手 不能再等了 今天就行动 我马上安排行动 客官里面请 来了 两位客官请慢用 下面有我们十几个兄弟 全都化妆成路人和小贩了 身上都带着家书 接用的车在吸头接口 随时带名 车子应该快从警察局出来了 记住 只要炸弹一爆炸 赶紧趁乱救人 速战速决 千万别认斩 是 我能不能问一下 我们救的究竟是什么人 请车提前到 好 好 好 跳 走 好 快 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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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天坏人 警车居然被人劫了 王总 我看你手下的人 全都该拉出去枪毙 大总 这次绝对是个意外 而且对方至少有十几人 应该是早有预谋啊 又是意外 又是早有预谋 王总 你究竟想要说什么 我 我是想说 你不必说了 王总 我对你十分失望 如果不是你插手 怎么能闹出这么多的乱子 楚香雪要是在我们特工部 说不定早就什么都招了 可惜了 大总 我是仔细搜查过楚香雪 他的身上根本没有什么架数 而且 我有理由相信 特工部得到的这个情报 应该本身就有问题 当初拔枪相对抢人的是你 现在放走楚香雪的人也是你 你是不是觉得 有功就该是你的 捅了娄子黑锅 就该别人扛 我是实话实说 你是实话实说 那你告诉我 如果依你所说 家书真的不在楚香雪身上 那为什么共产党冒这么大的风险 去救他 是啊 那你怎么解释 是 段总 你没有能力查出家书 我并不怪你 可是我不喜欢你 靠 阻拦比你更有能力的人做事 来掩饰你的无能 知道你们中国人 是不是都这么喜欢窝里斗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我会考虑在上海 只保留一家特工部 大总 您误解我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哼 我怎么觉得 我们一直在绕圈子 对 我没想到 你对声音有如此超人的定位能力 不过正因为如此 在你迷失方向之前 我们不会停下来 你们为什么要让我迷失方向 是要带我去一个保密的地方吗 没想到 你比我想象中的还要聪明 楚香雪同学 因为这次你出色地完成任务 我们老板想要见你 老板 这是哪儿啊 我这么快就重获自由了 你们解救我的速度也太快了吧 谢谢你 楚香雪同学 别客气 快请坐吧 好 非常感谢你 帮助我们顺利地完成了这次任务 你的表现很出色 大大超出了我们对你的预想和要求 其实我都没想到 与好几次都身处绝境了 可是没想到又两岸花明了 所以我估摸着 就是爸爸妈妈在天上保佑我呢 怎么 你的父母都 谢谢 他们在我很小的时候就都过世了 所以我从小就很自立 也很懂得在绝境中生存 看来抱春鸟同志 真是没有选错人 其实我做这些 都是因为她 她在临终前 嘱咐我这么做的 我也算是 完成了她的遗愿吗 谢谢你 我什么时候能够加入你们的组织 加入组织 对 我想像抱春鸟一样 做有意义的事情 做一个有信仰的人 好啊 我不妨告诉你 你是我见过的 最好的秘密工作苗子 我十分欣赏你 并且我也非常欢迎你 能够加入我们 真的吗 不过最终能否加入 必须经过老板的批准 老板 老板是我上级的代行 那 那我什么时候能见到老板 其实你早就见过他呀 我见过他 好啊 大佐 怎么样 有什么发现没有吗 和你说的一样 楚香雪是一个人跑的 可是 证物箱里 大大小小一百零四件证物 一件没少 包括 你在挂钟里 发现的那张家谱 就是吧 你们说这岂不是天大的怪事吗 而且 我们把这一百零四件证物 彻底搜查了一遍 结论 和你说的一样 这里面 没有家书 这回你们相信我了吧 我真的是实话实说啊 既然楚香雪身上 根本没有家书 却有一帮人冒死去救他们 我想 这很可能是狡猾的共匪 精心设行的拳头 没有 没有 就是让你们二位 互相怀疑 挑起内红 我们千万不能 中了他们的离间之计 现在 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要告诉你们 其实所谓家书 也只是这件事中的一个核心部分 什么呀 丰富 曹玉 二路 包括 好 我 的话 上而已 你 咱 HTTP 体是 好 加入组织了 我愿意冒险出来见你 只是说明我很信任你 而且对你既有后望 来 喝水吧 谢谢 你在这次 护送家属的行动中 表现十分出色 但是要想正式加入组织 你还必须经过严格的考验 我不怕考验 什么样的挑战我都能接受 邵老师 你们就放开了 给我安排任务吧 好 你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躲避风头 在上海潜伏下来 这也叫考验哪 你不要以为 只有行动才算是任务 有时候潜伏比行动更重要 而且更具挑战性 你听好了 现在我要交给你第二个任务 第二个任务是什么 我要你去监视和调查一个人 这个人你很熟悉 但是在调查过程中 你不允许参加任何私人感情 这人是谁呀 梁东哥 梁东哥 他来上海了 不仅在上海 而且我怀疑他已经加入了 这里的某个秘密组织 一个月后 我们将在上海 炒开一个终日同盟秦善大会 他会将邀请所有能争取到的 在怀重要和平人士出席 为最终在此建立大东亚共人圈 出谋划策 这么重要的政治会议 一定会在上海 掀起狂风巨浪 共产党也好 军统也罢 还有各种反日地下组织 他们一定不会放过这次集会 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 阻止会议的召开 我担心那时候 岸上爆炸 这样的暴力事件 会层次无穷 倘若真的有人在这里遇害的话 我怕如果弄不好 我们全都得掉脑袋 李三的担心 也正是我的担心 不过光担心是没有用的 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调动一切力量 打击反政府组织 尽量将恐怖袭击 降低到最小限度 最近这些日子 一批重量级的和平人士 就将陆续秘密底护 我们的安全工作 马上就要开始 那家书跟这次会议 又有什么关系啊 所谓家书 就是一份绝密的相关人士名单 这份同盟者名单 出自日本远东高级情报所 不是 在南京一世了 名单上有三类人 一类是赞同我们 大东亚共荣的相关人士 一类是在现实和历史上 和我们有过关系 可以争取的人士 而最后一类 是和前两类有关 但是坚决反对我们的人 换句话 就是必须要除掉的人 因此 不管家书是落入军统 还是共党手中 透过的都不堪设想 那还不直接成了他们手中 刺杀对象的黑名单了 所以不管是为了追回家书 还是秦善同盟大会的顺利召开 我们不能在一起任何内讧 必须同行协力才能渡过难关 王三 李三 我希望你们能不计前嫌 握手言和 拜托了 情势所迫 在滕泽的压力下 李炳元和王乃征这两个死对头 只能暂时放下争斗 勾结在了一起 杨茂 今天咱俩的账案该撤得急了吧 一个 别 别 别 一个 一个 别 一个 未来这里的人 多半不是什么正经人 这次行动 我们必须全身关注 不能出一点双子 是 老大 老大 快看 楚香雪 香雪 她怎么会在这儿 看样子 她好像刚搬进来住 怎么办 时间差不多了 马道云也该来了 我们不能让任何事情干扰我们 我们绝不能功亏一篑 先由她去吧 楚香雪的突然出现 是楚丽颜和梁东哥 刺杀马道云的计划 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难题 走 我回家 别闹了 你就是赵老板介绍过来的楚小姐吧 我都等了你好长时间了 我叫你曼娥 以后啊 你就管我叫曼娥姐吧 曼娥姐 长得还真挺漂亮的 还在读书呢吧 现在的老板呀 都喜欢读书没 那行了 咱们别跟这儿站着了 走 我带你去你自己的房间 走吧 走 跟我走 好好好 走走走 楚香雪看着眼前这个拔面珑珑的妇人李曼娥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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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能地感觉到 好 好 好 这是一个不简单的神秘人 走 走走走走 走 走 往这边走 好 你们这是干什么 快走了 快走了 你等我去拿回家是呀 马长官 我还是觉得吧 cecube小 Fi 要不然我们先回去吧 主任交代过 这两个星期是非常时期 要尽量地减少一切外出活动 开你的车 少废话 大罗同志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你为什么要把我安排在这呢 你也看到了 这栋公寓 是本地有钱人 保养小老婆的地方 也正是因为这样特殊的环境 所以警察很少逛顾这 穿山甲同志是为了你的安全 我不要住在这儿 我不想让别人把我当成这样的人看 这是组织上的安排 你和我都没有权利违抗 我不怕危险 但是我真的不能住在这儿 楚香雪同志 你的请求我可以带你向上级反映 但是在接到新的指示之前 你必须老老实实在这儿住下去 我现在就去找穿山甲 如果他不同意 我就去找老板 滚 没错 每次接送马脱原来优惠的 就是这辆车 放开我 放开我 我住在这儿 放开我 乘客 老大 马脱原出来了 这 这么好的机会 小董怎么还不动手 不能再等了 注意接的 老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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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扰了啊 走 马刀鱼还在前面车上 追